这个没存钱 欠没欠 有没有外债呢 欠了 那你不应该记恨他 他确实拿不出钱 不是还欠了钱吗 欠了钱谁给他还啊 是我跟他还的 你跟他一起还的 因为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我没管过钱 不都是他管不 后来他能赚的钱呢 也是他管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你认为他在外面做事情 应该挣了很多钱 对 所以你哥哥生病的时候 你认为他拿钱 对 你发现他不仅拿不出来钱 救你哥哥 而且他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 对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所以你很恨他 对 他就是老是那种原谅的这个事情 在说是 现在我不是已经把那个账也还了 而且现在我也把房子搞好了 你就别在这里挤我了是吧 挤对我 我明白了 就是男生觉得 我过去是吃喝玩的荒唐 但是我现在改好了 对对对 改好了吗 没有 这人特小气 特别自私 你说说他怎么小气 怎么自私呢 就是我看中的一条项链 你看中的项链 他不帮我买 自己买个钱包 他再有钱买 主持人是这样的 当时我做这个风景这个行业 与客户打家道 有时候就得把自己称实 把这个面子 称面子 跟客户打家道 也不会买那么贵的钱包不 他就是不太理解 感谢 여러분들